JR狼吞苦咽不是三度进出医院?怀疑自己得到食道癌? JR狼吞开恒店Long Stay将长达近三个月左右,由他饰演《寄宫》的全新超级网剧《寄宫降魔路》,正在恒店如火如荼的拍摄中,他以食尚寄宫造型登场,日前在开机发布会上帅气逼人 让从各地前往恒店采访的陆媒承担不已,被誉为是,世上最帅技功,这部戏预计今年秋天上线,由于第一季上线98天变几率破一成绩斐然,因此第二部更加精益求精,邀来许多知名演员客串,正在赶拍的单元就由林伟军客串演出和仙姑。 这部戏也被视频网站要求打铁趁热尽快接档,让JR纪严凯同时背负感戏与超越前做得双重压力,他竟压力大到三度进驻恒店医院,甚至打算在恒店照卫镜,最后在经纪人劝说下才打消念头。 技功扶摩录,这一次除了阐述技功降妖扶摩的中校解密故事之外,在编剧上更加天马行空,用充满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故事,吸引年轻一辈观众,因此诸多仙佛故事都成了这次的单元之一,包括牛魔王,铁扇公主, 发现中的何仙姑,白娘子,花木兰等等,打破框架陆续登场,每一单元都找来不同的知名演员可串,首先现身横变的就是仙气逼人的仙女最佳人选林维军饰演何仙姑。 林维军 林维军难得以古装亮相,在剧中饰演演卷仙界思凡重新作人的何仙姑,大胆颠覆传统故事,剧情曲折离奇引人入胜。 林维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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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说自己最不习惯的就是剧足的饭和偏油,只能探餐过水,他甚至买了全套的铁碗,筛网,汤匙等等,放饭时候整张桌子上都是主力准备好的,吃饭加火,就是为了可以快速过滤冲洗掉饭菜上过多的油,但也因为赶拍中放饭时间有限,他吃饭的方式又比别人麻烦,所以到最后吃饭都要狼吞苦咽, 前两天发现自己胸口一直有着闷腮的感觉,十分注重身体状况的JR,找了空档前往医院求教医师,他照了X光确认胸口正常,往返三次检验,最后一次甚至打算要在医院照卫镜,由于照卫镜需要进行麻醉,他一个人只身在外只有助力陪伴,遭到经纪人劝阻, 希望他先多观察几日后再做决定,JR甚至反过来向经纪人解释,他自己上网查询的资料发现自己的状况和食道癌,症状有些相似,所以不敢大意,恒电的医院十分专业又新又大,所以他才放心就医。 好在经过医生开药后,胸口直嫩的不是感觉逐渐消遣,他这才打消照卫镜找出原因的面头。 经纪人透露,因为家族有癌症病史,因此每次身体上有任何状况,JR都会比一般人更加小心谨慎,甚至会做过多的联想,这次应该是用餐太感伤到失道,并无大碍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。